雪龙地区爆发甲酒夺命事件 导致人心惶惶 警方宣布 截至昨晚已经有23人 因为喝了廉价私酒不幸身亡 受害的人数超过50人 这起风波更是进一步延烧到霹雳 当第5名印裔男子 因为喝了非法酒出现不适 其中两人不幸离世 预计在霹雳至少发生超过20宗甲酒 引起不适的案件 继雪龙地区爆发甲酒夺命事件后 霹雳州也传出 有5名本地男子因为喝了甲酒 其中两人分别在前几天过世 霹雳州行政议员西华宁申 今早到医院探访伤者后指出 5名本地印裔男子是在本月17号 喝下两款烈酒后身体不适 两人在送院途中不幸丧命 目前其中一人情况稳定 至于另外两人还在抢注中 西华尼盛透露根据情报 相信单是在霹雳 类似案件恐怕会进一步上升到20至30宗 他指出甲醇中毒症状包括肚子痛 视线模糊 耳心想吐 呼吸困难等等 吉隆坡总警长马兹兰今天也发表文告指出 截至昨晚8点甲酒事件共有23宗死亡案例 当中包括险都的4宗死亡案例 目前共有17名受害者在巴生和流域一带的医院接受治疗 另外20人已经出院 卫生部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发展 雪庸警方昨天已经充公超过2000瓶啤酒烈酒 逮捕9名本地和外籍嫌犯驻查 NTV7 组合报道